肠胃功能紊乱会导致消化不良 出现这三种异常 要注意调理 在一个寻常的周末 张先生参加了一个老朋友的聚会 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 从辛辣的烧烤到油腻的红烧肉 无不令人垂涎三尺 作为一个平日里注重健康饮食的人 张先生这次放纵了自己 饮酒过多 大快朵一 然而 好景不长 聚会结束后不久 张先生便感到腹部不适 随之而来的是持续的胃痛和反复的恶心呕吐 本以为这只是一时的过敏反应 但随住时间的推移 这些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 在经历了几周的自我调理后 张先生决定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结果显示 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被那次饭局彻底打乱 导致了肠胃功能紊乱进而引发了消化不良 医生告诉张先生 肠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 一旦功能出现紊乱 就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健康状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肠胃健康不容忽视 一次看似无害的放纵 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长期的影响 因此了解肠胃功能紊乱的基础知识 及时识别消化不良的警示信号 并采取相应的条理措施 对于维护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肠胃功能紊乱的基本知识 消化不良的隐形杀手 肠胃功能紊乱并不是一种疾病 而是一系列消化系统疾病的通称 包括但不限于胃炎 胃食管反流 肠疫机综合症等 它们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如不合理的饮食习惯 过度压力 过敏反应 或是某些药物的副作用 消化不良是肠胃功能紊乱 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 它包含了一系列症状 如腹部胀气 恶心 呕吐 胃痛 腹泻或便秘等 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还可能是更严重健康问题的前兆 理解肠胃功能紊乱的关键 在于认识到 我们的消化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且敏感的系统 它不仅负责食物的消化吸收 还与我们的免疫系统密切相关 因此任何影响到肠胃正常工作的因素 都可能导致消化系统的功能失调 为了维持肠胃健康 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健康生活方式 如何离饮食 适量运动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减少压力等 同时 了解一些基本的肠胃保健知识 也是非常必要的 这不仅能帮助我们 及时识别肠胃功能紊乱的信号 还能在出现问题时 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避免病情恶化 肠胃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石 通过对肠胃功能紊乱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消化系统 从而维护整体的健康状态 消化不良的隐形杀手三种常见异常 一 慢性胃炎难以忽视的腹部不适 慢性胃炎通常悄然无声地侵袭 表现为反复的上腹部不适和参后满腹感 这不仅是一种物理上的不适 也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 条理的第一步是调整饮食习惯 包括少食多餐和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 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规律饮食和避免过度应激 对缓解症状有显著效果 二 肠胰肌综合症心理与生理的交织 肠胰肌综合症是一种功能性肠道疾病 表现为腹痛腹泻或便秘 这些症状往往与心理因素紧密相关 条理此症重在平衡心理与生理健康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适量运动 保持良好睡眠和进行压力管理来减轻症状 另外建议采用Defodermab品时 即限制易发酵的挂糖、双糖、单糖和多醇的摄入 以减少肠胃不适 三 胃食管反流不仅仅是饭后的不适 胃食管反流病是指胃酸反流至食管引起的系列症状 如饭后心烧和咽喉不适 预防和调理的关键在于生活方式的调整 如饭后不立即躺下减少高脂肪食物摄入 维持健康体重 此外抬高床头部位睡觉可以减少夜间症状 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生命不息健康不止重塑生活方式 健康饮食源头活水的保障 健康饮食不仅是防病的基石 也是调理肠胃的首要条件 建议增加高纤维食物如蔬菜、全穀物和果实的摄入 这些食物有助于改善肠道功能 同时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如鱼、瘦肉和坚果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须营养 支持整体健康 规律运动激活生命的火花 规律的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心肺功能 还能促进肠胃蠕动、预防便秘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如快走、游泳或其自行车 运动时记得听从身体的信号避免过度劳累 三 正 现 自己